哇哦 黏乎乎鱼西叶纳豆 是日本国民美食 医学研究更发现 世界最常售国家的秘方 很可能就在其中 他们那边是一种养生食品 觉得对身体很好 除了我们知道的 这个纳豆鸡铭 说容积的血栓 其实纳豆菌 本身还有很多重要的代谢物 心血管 在这个骨质疏松 都有非常好的一个 促进健康的一个功效 透过实验检测纳豆鸡铭效果 分别将清水注入 装有凝结血块的试管 其中一组加入纳豆鸡铭粉末 经过三分钟震荡 加速反应后出现明显差异 左手边的是实验组 那可以看到它的血块 就是已经溶解了 那我右手边的是控制组 那它的血块就还是存在 血栓可以被溶解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你的血管的钙化 就是能不能被解决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 食品的血管清道敷 不过专家也强调 纳豆鸡美不是有就好 菌株活性与成分才是关键 我们发现一株变到NKS18的 这个品系 它的活性最强 菌种必须要正确 而且必须要很优良 氨基酸或DNA的全序列里面 去做确认 年TT的纳豆口感独特 消费者可选择保留完整 纳豆营养素的保健品 远离三高 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 三天新闻 林乡则谢凯轩 台北采访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株活性